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却表示自己很快就会离开 因为今晚好不容易有机会测试他研发出来的机器 如果错过了今天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 就这样本应该和和睦睦的聚会 因为男主的原因不欢而散 画面一转男主带着女友和伙伴小黑来到了学校的实验室中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男主按下了设备的启动按钮 简单的来说男主创造出来的机器 就像无线网一样的无线电力 如果男主的设备成功运转 那么人们就无需再使用充电线来充电 就这样三人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面前的灯泡 只要灯泡能够亮起 那么他们的实验就算成功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 不但灯泡没有亮起 学校中的灯光也突然灭了下来 隔天熟睡的男主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 之后就收到了父母在车祸中丧生的消息 因为家中的弟弟和妹妹不能独立生活 男主便毅然决然的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好前途 挑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担子 随后的某天 由于生意冷清 男主便提前下班回到了家中 接着无聊的男主便又开始测试他的那台机器 起初机器一切运转正常 就在男主认为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 一团团黑雾悄然的出现在了男主的身后 接着机器就突然停止了运转 当晚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弟弟与男主产生了争执 不仅因为男主由于测试机器 而让下雪的他们在雨中等待许久 更将父母的死亡也归结到了男主的身上 就这样测试机器成为了男主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而机器却并没有用成功的表现来鼓舞心情低落的男主 第二天的晚上当男主再次进行机器测试时 弟弟突然在镜子上看到了一行凭空出现的文字 与此同时 弟弟还听到妹妹的房中传来了嬉笑的声音 但是等弟弟推开门后 却并没有其他人在妹妹的房中 随后妹妹竟然告诉弟弟 她刚刚在和去世的母亲说话 转天弟弟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男主 并且弟弟还认为 只要男主的机器打开 家中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这让相信科学的男主 感觉一切都是胡扯 到了晚上 一向怕黑的妹妹竟然提出了自己一个人睡觉的请求 随后在男主的询问下 妹妹才表示 最近几天父母都会陪她入睡 就这样 男主认为是弟弟告诉了妹妹关于父母的事情 才导致了现在的状况 正当男主斥责弟弟不懂事时 家中的收音机突然自动响了起来 而播放的音乐正是父母生前最喜欢的音乐 这时男主才逐渐的开始相信 是机器让父母的灵魂回到了这里 于是男主便想要加大机器的功率来让父母现身 但是换来的却是家中停电 隔天男主外出工作时 弟弟运转了男主的机器 接着回到家的男主便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妹妹扔出的玩偶竟然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 漂浮在了空中 眼前的事实不得不让男主相信是机器起了作用 为了给机器提供足够的电力 男主找到了隔壁电厂工人帮忙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男主持续不断的给机器供电 同时还不断的改进机器的性能 这天当男主在观察机器的运转情况时 来家中陪弟弟玩游戏的酱油男 看到了一团黑雾形成的鬼影 随后隔壁电厂工人也来到了男主的家中 因为电厂工人竟然也看到了王七的鬼魂 接连发生的诡异事情 不得不让男主暂时停止了机器的运转 没过多久 女友拿着之前实验室中拍摄的视频 来到了男主的家中 原来那团黑雾在第一次实验室就悄然出现 只不过当时的三人都没有注意 就这样 男主找到了房产中介询问情况 原来多年前在这里曾经居住着另外一家人 他们家的女儿是收养来的孩子 某天女儿突然失踪 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出现 而另一边 家中的妹妹被鬼魂引诱 关在了地下室中 而想要救援的弟弟也被鬼魂束缚了起来 当男主赶回家时发现机器已经消失不见 这让男主立马想到了隔壁的电厂工人 果然来到隔壁的男主发现了被电厂工人打开的机器 此时电厂工人正被黑影伪装出来的妻子鬼魂迷惑 随后在男主的话语下 电厂工人终于恢复了神志 故事的最后 男主砸碎了机器 而随着机器的毁坏 所有的黑影都消失不见了 如果小伙伴们耐心观看原片 很容易融入其中的气氛 片中有很多惊吓点也铺垫得非常不错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